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 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 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 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 到了吃饭的时候 她先摆上了三盒牙签 一口米饭就着一根牙签 吃的津津有味 你以为米饭是主食 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 该说不说这牙签能好吃吗 好吃 特别好吃 比右都吃 她每天都要吃三盒牙签 一盒牙签有五百根 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丈夫也试图阻止她 但她根本不听 你说你的我吃我的 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 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 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 吃的有嚼劲 口感也好 丈夫看不下去了 给大姐切了点水果 没想到啊 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 对着托盘口水直流 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 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 这玩意儿能吃吗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灌着她了 靠 当我没说 看来只要是木制品 大姐都想尝试一下 她边吃边发表看法 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 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 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 有一次 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 她的病竟然好了 从那以后 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 慢慢的就上瘾了 宁口不吃饭也要吃牙签 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 胃肠啊 有什么胃镜啊 都透了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又不那么吃了 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 放满了她的零食 两盒牙签 一堆一次性筷子 躺在床上吃 逛街也吃 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 节目组还贴心的 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制碗筷 大姐也不客气 拿起来直接开罩 那味道如何呢 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 不好吃 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 也不喜欢 她说竹子有酸味 目前来说最喜欢的 就是羊木做的牙签 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 好几盒羊木牙签 假如真的对身体 没有任何伤害的话 开心快乐最重要 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 但是要说牙口好 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 她拿起酒杯 嘎嘣一口 直接咬下一块 接着嘎嘣嘣地吃了起来 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在丹东 一个普通的早晨 妻子在炒菜 丈夫在洗餐前甜点 然而里面全是玻璃茶子 洗干净后 上面撒上白糖 她接着就吃了起来 妻子想劝阻 但是无疾于事 玻璃茶子能好吃吗 这个焦一口非常香 节目组检查了一下她的牙 除了有点参差不齐万 没别的毛病 那么她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 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 20年前她是一个销售 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 由于自己不能喝酒 被客户一番羞辱 说她不爷们 为了证明自己 她拿起酒杯嘎嘣嘣嘣地吃了 从那以后 她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 她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 不同厚度的玻璃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 挑选完毕 带着她的美味甜点回家了 回家后 会根据口味对她们进行分类 她说医院的掉瓶最好吃 酥脆 有嚼劲 口感极佳 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 但也很爽口 那么她一天要吃多少玻璃茶子呢 按照节目流程 她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 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 医生也是大为震惊 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 她很健康 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 以后可能会出现耿煮的情况 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 以后改成吃牙签 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两位之后 连说服了服了 你们都是铁齿铜牙 我只能吃点软的了 只见她抓起一只尼丘 不假思索 直接吞了下去 一只不过瘾 她接着又吞了一只尼丘 辈爷见了都直呼内行 她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 秋秋弹弹还能拉丝 随后她把尼丘都撞到了瓶子里 再回家的路上 边走边吃 那就一个幸福 吃饭的时候 也要先吃尼丘开胃 母亲很担心她 但她却并不在意 继续吃着心爱的尼丘 那她为什么要生吃尼丘呢 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 为此还做过五次手术 为了疗养身体 她吃了很多的中草药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然而有一天 桌子上的尼丘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之前在书中看到过 尼丘有怀念胃痛的功效 于是她尝试生吞尼丘 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她对于尼丘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 她只吃野生的尼丘 拿着铁丘来到稻田 就开始挖尼丘 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尼丘 稍微清洗一下 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 那是干净卫生啊兄弟们 朋友想做一道尼丘豆腐汤 她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生吃才是最好的 按照节目流程 她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 一番检查下来 她的身体状况很好 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医生吃 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如果非要吃的话 建议只能中午吃 最后大叔也表示 为了身体健康 以后会尽量少吃的 好了我是月辈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 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 每天给鳄鱼做足疗 偶尔还来个大宝剑 先把沐浴露涂满全身 然后用洗澡精搓背 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 加入料酒去腥 鳄鱼的皮肤非常红 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 主人累到不行 鳄鱼却一脸享受 大叔每天会带着鳄鱼 在公园散步 已经成为公园里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为了让鳄鱼更吸引眼球 大叔还要给鳄鱼做美甲 精心打磨指甲后 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 看起来美美的 完事后再来个轻轻 抱着鳄鱼就睡觉了 因为鳄鱼比较能吃 主人给它取名鳄了吗 说鳄了吗是自己捡到的 刚开始只是一个蛋 慢慢孵化出来 经过精心照料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 还说鳄了吗从没咬过人 甚至很少发脾气 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 平时鳄了吗最喜欢的 就是看球赛 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主人一手抱着蜥蜴 一手搂着鳄鱼 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 每次比赛都要看 当心仪的球队进球时 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 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 欢快地翻滚 展示着鳄鱼独特的庆祝动作 这段是我瞎编的 一群人来市场去不买菜 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 这有啥好看呢 一旁的大叔说 他已经这样转了一上午了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 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 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 好像上了发条一样 就算被行人撞到 被婴儿车撞到受伤 也不会停下来 在市场上问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他主人 一问才知道 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 主人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 只要一把他放下 立马就开始旋转 好像有开关一样 碰到地面就启动 而且他根本不看路 每天都面临着危险 为了他的安全 主人只好把他关在家里 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 但都无济于事 只有吃饭的时候 他才会稍微消停一会 吃完立马开始旋转 主人说这种情况 是四个月前开始的 因为工作原因 把他单独关在了家里 有次回家就看到他在转圈 都不知道他转了多长时间 一开始也没太在意 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 他都快窒息了 还在自顾自地转 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 医生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检查 发现他颈椎出现了问题 导致脑压增加 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虽然通过吃药 可以防止病情恶化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给他更多的陪伴 会慢慢好起来的 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 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 一天三顿下的药还不一样 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 每当他一觉醒来 脸上就会出现伤口 手臂上也有抓伤 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 自己指甲很短 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 只见每当他入睡后 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 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 他下意识把猫推开 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 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主人想不明白 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 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 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 他的行为也很古怪 变得焦躁不安 愤怒地撕咬被子 这只猫到底怎么了 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 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 很可能还做了噩梦 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 主人这才恍然大悟 说猫就是他捡来的 发现他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 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 慢慢缓解他的焦虑紧张 还要给他更多的陪伴 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 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 他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 那他晚上还会咬人吗 只见半夜他静止来到主人旁边 徘徊片刻后 他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 一直到天亮 他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 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